玉里镇12号下午5点左右发生火警 在光复路城宫街口移动平房 燃起熊熊大火混着浓烟 火势延烧到隔壁的动物医院 消防局出动了6个分队人力控制住火势 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不过动物医院内6只毛小孩却不幸的葬身火窟 玉里镇12号下午5点左右发生火警 在光复路城宫街口移动平房 燃起熊熊大火混着浓烟 火势延烧到隔壁的动物医院 消防局出勤 6个分队人力控制火势 并没有传出有民众伤亡 消防局第三大队表示 火场平屋内没有人 至于动物医院因为是假日 院内也没有人在 火势也在晚间获得控制 幸好火势有控制 没有波及到隔壁的农药行 昨日晚间午时许 消防局接获报案 玉里镇光复路122号 玉里动物医院发生火灾 那本局立即派遣玉里 东里关一分队前往 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建筑物有火焰窜出 那不久后即全面燃烧 那我们人员立即雇现进行灭火及中介防护 在火场获得控制之后 消防人员进入屋内清点 发现动物医院内住院的三只狗三只猫 已经不幸被火烧成焦炭 至于其火原因 则带消防局进行火场调查 记者高雄雙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